第124集 他也只是一个老父亲呢 这三年他不敢哭一次 甚至一闭上眼 就是这畜生的脸庞 谁能懂他 此刻的他 眼泪鼻涕都流出来 甚至哭得像一个孩子 五分钟后 钟伟山感觉 身上的一切束缚都消失了 他红着眼 看向不远处的青年 直接站了起来 拖着锁链来到了夜沉的面前 扑通一声 双膝下跪 碰碰碰 头颅更是狠狠地 敲在了地板之上 谢谢 千言万语 只在这两个字之中 夜沉脚步一踏 仿佛地面生出一道气流 硬生生地将钟伟山 拖了起来 你不用跪我 我之前说过 这是一个交易 我只想知道 云湖山庄的事情 钟伟山清醒过来 猛地点头 好 我把我知道的 全部告诉你 夜沉没有说话 双手附在身后 等待着钟伟山的答案 钟伟山复杂地 看了一眼夜沉 感慨道 当年 我知道夜家有个男孩 掉下了东前湖 以为死了 却没想到 他活过来了 钟伟山见夜沉 没有反应 便不如正题 五年前 我负责调查 江南省的一些特殊案件 云湖山庄的那件事 是我那年来 遇见到最诡异的 继续说 夜沉眸子眯着说道 事情发生时 我正好在江城 处理另一个案子 所以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当时烟会上的人 都被驱散了 我见到你的父母时 他们伤得很重 夜沉一正 转过身来质问道 你说什么 伤得很重 还没有死 钟伟山点点头 又摇摇头 似乎有些纠结 数秒之后才到 其实也算死了 两人几乎没有了呼吸 心跳也几乎停止 但是从某些症状来看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你带他们去医院了吗 夜沉大声道 语气显然有些激动 当然 我第一时间带他们去了医院 但是医院的结果 自然是下了死亡证明 夜沉眸子很是复杂 他医术通天 知道医院的死亡证明 说明不了什么 只要他想 十个下了死亡证明的病人 他能救活九个 夜先生 事情还没有完 最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本来尸体应该转交法医处理 但是医院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男人拿了一份特殊的文件 说是要带走这两具尸体半小时 半小时后 他又把尸体送了回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又下达了文件 说尸体不需要法医检测 建议直接火化处理 当时我的感觉 就好像一双大手操控着一切 我没有马上火化 通知了一些夜家的家属和朋友 但是不知道为何 没有一人愿意处理火化事宜 就在我头疼之际 一个女孩来到了医院 说可以当夜家夫妇的家属 听到这里 夜晨将一切事情串联了起来 这个女孩自然就是孙怡 后面的事情他也大致了解 但是最大的疑惑出现了 为什么那个陌生男人 要把尸体带走半个小时呢 还拿着特殊文件 将死之人尸体有什么研究价值 而且夜晨敢肯定 半个小时后 那男人送回的尸体 一定不是父母的尸体 甚至对方的语气 更像是毁灭证据一般 毕竟一旦火化 父母名义上 就算是真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再想要找寻证据 根本不可能 钟伟山还没有交代完 继续道 我感觉到 云湖山庄的事情 有些不对劲 所以那几年 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查 期间 我发现了一件 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男人 曾经和你的母亲 在一家咖啡店见过面 只不过聊了一半 两人就争吵了起来 你母亲甩身离去 态度似乎很强硬 我本来 我停止了调查 这是我大致知道的云湖山庄的一切 叶晨没有说话 他陷入了沉思 中伟山不可能骗自己 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男人成为了父母出世后最关键的存在 而且母亲竟然认识这个男人 你有这个男人的照片 亦或者说 你能大致画出这个男人的样子吗 叶晨道 中伟山知道叶晨会这么说 便道 我当初也想调查这个男人 但是却发现 只要他出现过的地方 监控信息都会被抹掉 不过 我应该能画出此人的长相 叶晨让人取来了纸笔 中伟山直接 寻着记忆画了起来 虽然是画像 但是叶晨能依稀想象出对方的样子 这画像还不够 我会想办法让你离开这一号监狱 到时候有专门的人和你对接 我希望能通过3D建模的方式 得到对方的真面目 你能做到吗 叶晨开口道 中伟山想了想点头道 应该没有问题 之前我还在那位置的时候 我经常接触这一块 好 叶晨离开了监狱 并且打了一个电话给英晴 让英晴派人对接此事 与此同时 京城一处大宅之中 一个中年男子正盘腿而坐 气息不断凝聚 他的身下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石头之上不断涌出灵气 钻入了男子的体内 男子的气息不断攀升 整个屋子都传来震响 如果中伟山在这里的话 必然会发现这个中年男子 就是那个威胁他的存在 突然屋外传来了一道敲门声 中年男子睁开眼眸 锐利的目光射了出去 身下的巨大灵石居然直接碎裂 进来 他一声呵斥 大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开 整个屋子的气息涌动着 让人心计 一个精瘦的男子走了进来 跪在了中年男子的面前 江先生 属下有要事禀报 什么事 中年男子站了起来 整了整衣服 一股滔天气势散发开来 精瘦男子直接道 就在今天 江南省一号监狱 有人见了中伟山 中年男子表情一变 毛子泛着一丝冷意道 这么多年了 谁还会见他 精瘦男子犹豫了几秒 还是恭恭敬敬道 根据门岗信息 是夜晨 中年男子当听到夜晨 这两个字的刹那 他那古井不波的脸旁 出现了一丝惊骇 这一抹惊骇 久久没有消失 这个名字仿佛唤醒了 他尘封多年 最不屑的那份记忆 夜晨 难道是江城的那个孽种 那孽种竟然没有死 精瘦男子点点头 属下本来以为是崇明 特意调查了一份 结果还真是那个 掉入东前湖的夜家废物 这废物不但没死 还摇身一变 竟然还成为了 当地武道第一人 不光如此 他还在武道台 斩杀了华夏宗师榜 前四百的远景福 中年男子听到这句话 脸上倒是没有什么惊讶 反而冷笑一声 看来这孽种是获得了什么机缘 华夏宗师榜前四百 这种垃圾就算运气再好又如何 只会玷污了我们江家的血脉 精兽男子看了一眼江先生 问道 需不需要派人杀了这夜晨 中年男子摇摇头 杀他倒是没有这个必要 这孽种对我们来说 可有可无 估计这家伙踏入江南省 也活不了太久 你稍微留意即可 是 江先生 精兽男子很快就退下了 整个屋子只剩下中年男子 他的毛子透过窗户 看向了江南省的方向 淡淡道 本来以为你这孽种死了 现在看来你活得还真像一只蟑螂啊 你们一家一个个命都挺硬 有意思 还真有意思 不过就凭你那点修为 你还想查清楚云湖山庄的那件事 区区蝼蚁还想撼动一棵巨树 找死 叶晨回到别墅 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 甚至还传来了电视的声音 叶晨打开门 很快就看到沙发上 两个少女就这样靠着沙发睡着了 除了孙怡 夏若雪居然也来别墅了 这种感觉让叶晨又回到了江城的那种生活 桌上还有菜用保鲜膜包着 应该是二女为她留着的 看到这一幕 叶晨内心的柔软也被触动 身上没有一丝煞气 有的只有温柔 夏若雪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 发现了什么 猛地睁开眼眸 当看到叶晨站在不远处 气呼呼地推醒了孙怡 小姨子 那混蛋回来了 我们好不容易下厨房做了几个菜 这混蛋不接电话就算了 居然还这么晚回来 来来来 我们说好的大情赐号 孙怡也是醒了过来 笑了笑 直接去桌上拿菜 我拿去热一下 小陈子 你胆子可是越来越肥了 若雪很生气 你看着办吧